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一開始 馬上來看到 普發6000元即將要上路了 最快領錢的攻略也大曝光 3月22號開放上網登記之後 總統公告5天之後 登記入帳 就能夠看見前進戶頭 ATM領錢雖然比較慢 但是不用排隊 手續也最簡便 至於郵局領錢比ATM領取 晚7天上路 要如何拿到最快的6000退稅 攻略大曝光 其實從3月20號起 偏向地區就能開始造冊登記 3月22號陸續開放網路線上登記 想要拿到錢 觀景就在 總統公佈預算生效後5天 包括登記入帳 公務員的直播入帳 戶頭中就會出現6000 而目前評估大約4月6號左右 換言之登記入帳 能讓您最快拿到錢 而選擇ATM的人 在總統公告後的14天 可以到有橘色標籤的ATM領取 而這個方式手續最簡便 而至於想到郵局排隊領取的人 則得比ATM領取再晚7天 才能零貴零6000 登記 就比較快拿到錢 就是雖然要上網 去跟人家擠網速 但是比較快拿到錢 就比較開心 早晚都會入帳 那ATM方便 反正是直接按一按 因為上網我怕人很多 已經退休了 都有那個副頭 直接不用登記 直接入帳 週三22號開始 身份證為數0和1的民眾 可以開始嚮往登記 看清楚幾大管道和時程 才能最快便利領6000 記得張曉辭 徐國豪 台北報